大家好,我是阿胖 天气越来越冷了 要多给家人吃一点菠菜 这个时候的菠菜是硬鸡菜 也是最好吃的 尤其是大地菠菜,特别的鲜嫩 菠菜含有大量的假元素 爱美的女性可以多吃一点 这样可以瘦脸 今天就用这把菠菜分享一道好吃的 首先把菠菜清洗干净 菠菜根千万不要扔 又营养又好吃 洗干净后先放一边 煮过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能够没过菠菜就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先把水烧开 下面准备几块豆腐干 先把它切成宽一点的条 不要切太细了 再改刀切成块 大小像大拇指的指甲盖一样 切好后 装入盘中 等一会再用 再准备一块牛肉 也是先把它切成粗条 切好后再把牛肉切成大块 这样吃的时候比较有嚼透 也会更过瘾更香 切好后和豆腐干放一起就可以了 水开后加入一小勺盐 一点食用油 把菠菜下进来 烫上20秒左右 去除里面的草酸 这样不会影响盖吸收 然后用漏勺捞出来 放入凉水里泡着 泡至菠菜凉透 然后用厨房剪刀 把鸡蛋豆腐剪开 剪到时候边角也要剪一剪 挤豆腐的时候 就不会把豆腐挤破了 直接把鸡蛋豆腐挤到盘子里 再把它切成厚片 直接在盘子里操作 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豆腐破碎 准备一只小碗 放入一个咸鸭蛋 用勺子先把咸鸭蛋捣碎 像这样捣得稀碎稀碎的 然后再准备两个皮蛋去掉壳 切的时候刀上沾一点清水 就不会粘刀了 把皮蛋平均分成四半 再改刀切成大块 块不要切太小了 不然吃的时候就不会香了 切好后和咸鸭蛋碎放一起 菠菜现在已经不烫手了 把它捞出来 再用力挤一挤 挤干净里面的水分 放到按板上 切成长约三厘米的段 切好后单独装入到一个盘子里 下面起锅热油 先开大火 倒入食用油 下入葱姜蒜 炒出蒜香味 把咸鸭蛋碎皮蛋放进来 这个时候转成中小火 炒成这样有泡沫出现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刚烧好的开水 加入开水后 汤色瞬间就变白了 再加入一勺胡萝卜干 或者是鲜胡萝卜丁 再把切好的豆腐干 牛肉下进来 盖上盖子开大火煮两分钟 看一下汤色已经奶白奶白了 香味也已经出来了 接着再把切好的豆腐下进来 再次烧开 淋入水淀粉 勾一个薄薄的芡 用铲子轻轻推动 把芡汁煮熟 煮开后用勺子 可以舀一点尝一尝盐味 盐味够就不用加盐了 这个时候把切好的菠菜下进来 煮至菠菜断生 一锅热气腾腾的上汤菠菜汤 就完成了 出锅前再加点小磨香油 用勺子把香油推散开 就可以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冷 我都要快穿羽绒服了 在寒冷干燥的冬天 我们要多喝汤 既可以取暖又可以补水 今天分享的这道菠菜汤 不用加其他调料 喝上一口就特别的鲜美 喝一次就忘不了 做法也简单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再试试吧 我是阿胖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 关注转发哦 点我头像还能够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